精神 好 我們再請余俊介紹下一場 接下來要比的是高中女子組第七級金牌賽 白方選手來自台北大理 曾子柔 藍方選手來自台東體中 郭婷筠 哇 又是台東體中曾經 余俊在這個選手生涯裡面 應該多次跟台東體中的對戰吧 對 台東體中的選手非常的不服輸 技術層面也是非常的高 沒錯 沒錯 那這個女生呢 坐在教練席的是我們蔡宜帆老師 長年 已經超過20年在台東體中耕耘了 這個非常優秀的一個教練 掃腳 掃腳 得到半勝 想要接十字關節 沒有成功 然後 然後體中的郭婷筠要向前去做壓制 但是因為腳還被他纏住 所以沒有讀秒 主審 吳美玲老師 亞洲飛金牌 吳美玲老師 和暫停 回到場上 台北大理呢 曾子柔 是不是能把剛剛許柏浩的金牌贏回來啊 就看這剩下的3分23秒的守住賽果 許廷芸剛做了一個過節摔 沒有得分 然後 紫柔剛抓得好好的 抓得好好的 目前那個廷芸呢 非常認真的想要找個空檔 過節摔 單背過節摔 沒有得分 好 很暫停 沒有暫停喔 慢慢再走回場中喔 兩位選手 都背部沒有著地的一些動作喔 好 曾子柔 曾子柔想做一個 一個壓制取代板的動作 沒有成功喔 再繼續喔 她手沒有放棄喔 手沒有放棄喔 好 她的手沒有放棄喔 好 再多一點點可能 裁判會給她多秒 多秒 進行多秒 郭婷筠翻起來了喔 大概獨秒是3秒喔 3秒就沒有了 好 我們要給曾子柔一個掌聲喔 因為到目前為止 是壓制動作做得最好的一位喔 這幾位金牌戰到現在喔 剛剛那個壓制動作非常的有水準 非常的有水準 好 繼續喔 好 坐不腰抱的要好位置 坐不腰抱 好 郭婷筠呢 做一個 做一個 拋摔 郭婷筠先做 那但是呢 曾子柔是做一個 拋的動作 這個動作是有爭議 因為雙方施術同時 好 雙方施術同時 曾子柔呢 要做反摔 可是郭婷筠呢 在同一個時間 先啟動動作 我個人認為是郭婷筠的分數啦 不曉得我們王俊有沒有不一樣的看法 我也是認為是郭婷筠的成績 郭婷筠好像是先做動作的嘛 他控制就沒有放掉 好 沒錯 我們兩位的看法 都 跟我們主嬸 吳美玲老師 還有我們司令台 這一堆穿西裝的 哇 他判給 曾子柔 他判給曾子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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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勝 表示他認定剛剛是反摔的動作 那台東體中的非常的不服氣 非常的 他判給曾子柔 他判給曾子柔